見到王浩然去配上劍雄這個名字 如果香港的朋友看開港產片 記得《新澤師妹》的話 就知道方麗娟就是楊千華 劍雄就是王浩然 是不是因為這個樣子呢? 當時做當男老婆的時候 Cast的老公是一件挺難的事 因為周伯豪是導致先生和妖影山小姐 我已經選了下來 這個不需要我外出找的 那個女兒一號也知道是楊千華 那我老公是誰呢? 是大家有很多提議的 因為我知道後面的戲是一個需求 一樣化學妝的東西 那我就想了很久 因為我回來後有很多演員都很期待 和我合作 那我就覺得我如何擺放東西出來有新鮮感 那我就想起新澤師妹 那我就想他們兩個擺放 和是搭配的 因為你要搭配的 你要搭配的 你要搭配的 你要搭配這個老公 是這麼好 他打爛了自己的牌坊 那你打爛牌坊 你找誰去打爛牌坊 那你找阿博來做的嘛 那時候很有趣 就是浩然原先合約就來換的 噢 他是想著走的 怎麼想著走的時候 我回來 他就已經是快完合約 他就想著醜一下 可能有別的看法 那我跟他說 我說我悟蘭回來做一檔戲 你可以幫我做一個角色嗎 那他是誰是女主角 我女主角不能說的 那你是做什麼的 你是做一個出軌的男人 他停了兩秒 他跟他說 你不是在香港 你沒有留意我的新聞 我沒有什麼緋聞 因為王元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他說 我知道 所以我想找你做 你想打爛牌坊 他已經說了幾場戲 他沒有怎麼處理 我會跟他說 不下樓 要有風格 沒有藏氣 會有滾床單的戲 是不是很失望嗎 他就笑 我就說幾場戲給他聽 我會怎麼處理 他就安心點 又安心點 又安心點 都是問我女主角是誰 我說總之 你跟我做好尚劍紅 他就想了兩秒 停一停 他就說 你剛才可以說 那個老公的名字 叫尚劍紅 我就想了一秒 看他 我就知道 咦 他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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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心裡笑出來 在眼裡笑出來 就說 那個女一是不是歌手 我說你知道來做什麼 我就猜到他猜到 我猜到他 我想他也很開心 第一 這是舊拍檔 第二 這是天后 是 影后 嘩 真的很厲害 我想問寶華 今次 請到千華 都很開心 他真是天后塔 另一個 就是偶像歌手 就是柏豪 兩個都是響當當人馬 今次請到他們兩個 在拍攝過程裡 那裡有什麼 跟以前的演員作的不同 爛豬 我現在的戲播了 現在出來反應這麼好 其實呢 觀眾看得很容易 每晚是43分鐘左右的東西 實慾 還算片頭片尾 但是其實我們拍攝的過程 我們的當期 你說出來是有差不多五個月 但是其實中間 我們下雨下了多少天啊 我們全部實景 除了 除了 千華那間屋後廊 我一定要爭取 因為全部實景 我是拍不起 因為下雨 我們下雨走場地 還有 談的時候 柏豪已經有 concert 他已經一定要有幾段時間 去訪一訪他 有幾次的 YouTuber 有幾個 concert 簽完簽的時候 亦都一定 有一個價格他一定要拿 因為他的 family 當時已經談好了 那你知道簽約 我沒有份下去簽的 簽約的人 一定答應簽約那個人 但是我要吃個旗 我要吃個旗的時候 我要吃個旗的時候 我要用劇本 有很多方法去想 去配 那也有時候 當兩個演員可以的時候 就是那個景不可以 當演員和景不可以的時候 就下雨的天不可以 所以那時候 我是面對了一個很 這個場景的問題 是 場景和時間的問題 但是我的團隊很好 我們逐一解決 因為我們不會因為這樣 拍別的東西先 然後沖別的東西 他們也很好 因為自己知道了 檔期很緊 所以他們很準時 這件事 我又覺得配套得很好 另一件事 對我來說最有壓力 就是 因為我以前做的演員 跟我合作的演員 譬如以前的 像蛇絲曼 甚至王子軒 甚至王浩然 現在王浩然那些 就是叫做 我看著大 他們那時候是新人 不要跟他講戲 我是覺得我很自然 有時候 譬如現在我跟王子軒說 我都覺得是叫做 有些大動的 指導的 但因為這個是一個影后 不是一個千后 千華是一個影后 阿炮是一個偶像級的 歌手 歌手 是的 那千華就是 我去指點他演戲 我自己覺得 千華是很客氣的 就說 你指點我 有些什麼 你出聲 但是 我見他做了功課 做了事情 我說 行了你演給我看 那我變成有些位 我看他如何拿捏我的角色 我變成不是我以前的一貫 跟演員的溝通 因為我以前演員的溝通 跟他是不同的 因為他有他的看法 那我自己這次呢 我就覺得 我是要很尊重 每個人的看法 而用我的看法 去遊合所有人的看法 譬如說 那個服裝 陳富芳是金馬掌 拿過幾次的服裝 高兆林攝影師 沙展是我們韓宗知道 是很fit的攝影師 我不可以教他 他怎麼做 我要用我本身的專業 去把所有人 對於這個戲的愛 和認知 游合 那帕豪呢 是比較 我是有些困擾的 是嗎 我和周帕豪合作 是嗎 他有些什麼 為甚麼 他怎麼這麼困擾 因為周帕豪是一個 周帕豪是一個 不是很表達他自己喜歡 和不喜歡的 可能我自己在想 我最初的時候 我在想 他好像害怕我 還是不喜歡我 他從來不會跟我說 他看到哪一場戲 他很喜歡 當然 你不記得 有些什麼 你對我很好 你馬上跟我說 半夜打來 我哭 這場戲 你會表現 我是一個很衰人的 表現 好像互相一樣 他是不出聲的 而是來到 一來現場的時候 你知道 他有時候坐在一旁 他不會主動跟你說 今天這場我會怎樣 我會怎樣 他不出聲的 他的性格是比較 慢熱的 我不知道他是慢熱 還是不熱 還是他怕我 還是他怕我 所以我不是怕我 還是我氣場很大 但他不敢跟我說 我會想 如果我跟他說 你怎樣做 你怎樣 因為他是年輕人 我可以當他媽媽 我怕他突然間 我怕現在那些年輕人 你講他一句 他不喜歡 他不知道會怎樣 我要不要記住 是吧 所以我要很小心 就是玻璃 就是很小心 然後我發覺 他真的可以 他口簽很好 他的戲很好 我看幾場戲 他的戲很好 口簽很好 不過他的戲 有點急了 有時候 就不跟他面對面說 發短訊 跟他說 他很好 他的戲急了一點 他回答得 很短 只是有時候說 明白 好的 謝謝你 我想他是一個 很少去表達自己 內心的感受的人 是不是 我不清楚 我怕是甚麼 有時候 有一次 我就覺得 因為我很需要知道多些 我才再 因為我的劇本 我會保留 我會再改 有一次 我就跟他說 我想問你 你怎樣看這個角色 他說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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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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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發覺 我這麼澎湃思維的人 我遇到這些人 我會被他弄瘋 我遇到一個多話說過我的人 我是不會被他弄瘋 這個人 會被我弄瘋 是因為他不讓你知道他 你在想甚麼 在想甚麼 但是我需要知道他 究竟喜歡還是不喜歡 是怎樣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說這個戲不清楚 你是不是人生 演戲可能不是你的主要 你是唱歌 你會得到存在感 我說 但是因為 寫劇本和電視劇 是我的主要 而我很在意這個工作 而你是一個 我未見過一個演員 是令我困擾 所以我現在有些 你直接不跟他說的 我說 我要直接告訴你 因為你令我困擾 因為我不知道你在做甚麼 我有個小孩 有個家長的女子 他就說一下 他可能突然間才知道 原來我會 搞得寶華姐困擾 然後他就說 波姐你不要誤會 他就立刻打 打到很多字了 他就說 我是喜歡這個角色的 我是很喜歡這個角色的 但是我不覺得你很喜歡的 為甚麼 他說其實我是很喜歡這個角色的 我還怕我做得不好 你不要想多 我是很喜歡的 我說這樣就行了 你就帶著一個很喜歡的情緒 給我在那裡感覺多些 然後他就去了 現場見到我 我就會跳 死了手 笑一下 我原來他不是跳 原來是這樣 他說我的性格是很慢熱的 我說你不要那麼慢 我說幾個月之後 我不是一個絕對最好的 一個劇作家 或者一個電視人 但是我是很難很難回來 做這一檔戲的 所以我為甚麼會問你 我是因為這個機會 大家遇上去做一個戲 是很不容易的 嗯